你看那些人有大量吃東西 唉唷 不好意思喔 我知道這個人 快! 烏鴉終結到了 快! 狗子結尖 你怎麼會結尖 大家好 我是留言終結者烏鴉 今天要終結這個留言的事情是這個樣子的 昨天小元的興高采烈跟我說 原來洋芋配到地板上是可以吃的 他甚至還拿了一個影片當作證據來給我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影片吧 屬片掉地上能不能吃 我們這麼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畫了一張Metalab的圖 這張圖是模擬了一個薯片掉在地上的樣子 薯片大家都知道 一般是做成一個湖面 有的時候特殊點還可以做成馬鞍面 但整體上是一個湖面 一個湖面掉在一個皮面上面 它是什麼接觸呢 它是一個相切接觸 相切接觸就是說兩個面 其實是相交於一條線 一條線在二維上面的面積 積分等於多少呢 面積等於零 所以我們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了 就是一個薯片掉在地上 髒了嗎 髒了 髒了多少呢 髒了一根線 一根線的面積是多少呢 等於零 所以沒髒 金屁 這種話你怎麼會相信 他講的很有道理欸 他怎麼看都是一本真經的胡說八道而已 所以只要一本真經的胡說八道 你就會覺得是真的嗎 好啊 那未來講一本真經的道理給你聽一下 其實我們平常騎摩托車呢 會出車禍就是單純我們騎得不夠快而已 如果我們只要騎得夠快呢 我們就會閃過那個撞直點 直接超越過去 甚至我們的速度呢 只要到了光速之後呢 就會成為光子源 會具有光的穿透力 不管撞擊到什麼東西呢 都會直接穿過去 也就不會撞擊到了 所以呢 會出車禍有理論的 單純就是我們騎得不夠快而已 只要騎快一點呢 我們也就不會車禍了 屁啊 你真的太瞎了 人家是高材生欸 欸 我也是高材生欸 我熊中畢業了欸 你熊中 對啊 高雄騎士中學 OK 我們也不要急著火鍊掉小如 對這件事情認真的分享 我們也來深入地研究看看 到底掉下去呢 會不會只是髒了一條線 到底會不會等於沒髒 他畫的那個弧面的圖呢 怕大家也有可能會不會懂 我就用相機的超慢動作來拍給大家 他掉下去的 髒了那條線的畫面 其實當初我買這台相機 他畫質的確不好 我買他原因就是 為了他那個超慢速動作 原本是要做實驗用的 不過卻從來沒用到 沒想到最後用到的是 在這麼瞎的事情上 來 我們來看慢動作吧 的確啦 他掉落之後呢 髒掉就只有這兩條線 髒掉的面積呢 的確是比較小 不過要說他等多人沒髒了 怎麼聽都像是個高級的玩笑而已啊 好吃 不過呢 我們也先不要急著火鍵掉小如 你身心不疑的這個歪理 搞不好我們是真的啊 今天就來實測看看吧 我們到很髒的地方呢 大了很多下的餅乾 然後呢 在三秒內把它吃掉 來實測看看 三秒法則到底有沒有用 而餅乾呢 到底是不是髒了兩條線 等同於沒髒 我們就來實際操作吧 GO 褲子 褲子 好髒喔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欸你怎麼了 有點飽 好我們繼續看 你知道這個畫面看起來很像什麼嗎 蛤 吃荒的老阿伯 好不容易 你 我真的叫你不要吃喔 晚上為了一路 我先放到最好 水鬼 突然好像照爹了 你看那邊真的有發到自己 唉唷 超好一整的 我們超好吃的 快 我現在還不能夠了 快 九十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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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啊 我被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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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千 這好像也沒有很偉大啊 好是嗎 恩對 OK 好啊讓我回去吧 欸欸欸 你不會再拉屎吧 好吧 也是對的 喔 ainda在鬧 原來只接出一條線 還是有細菌的欸 而且我剛剛查了一下維基百科 而且我們也早該查維基百科了 他上面寫說早就有人實驗過了 不管是在乾淨的地板還是在 放置食物不管3秒還是5秒 都一定會有細菌 而且乾淨的地板也不一定會比這樣的地板 有細菌來得少 例如說醫院的地板啊 然後他上面指出呢3秒法則 會有這個理讀的配偶可能是因為 糖果不勝失手落地 這指負面的情緒會湧造作惡 若此時立刻撿起糖果吃下 你解決一下沒事發生喔 食物掉到地板上3秒內就不會有細菌 這個話題是不成立的 而且真的肚子好痛喔